好 欢迎收看八字时代的讲座 今天讲一下那个时神伤官的类伤 我们通常说的时伤时伤 其实就他们的简称 就是他们的简称 我身人与我同意为时神 同意相生 有相知性 不是一切一切的 一切我身人的疼爱的 创造的 但不是非常紧密的人事物 都可以有时人表示 时神代表的人 男命外公 女婿女婿女儿 男女婿 男女婿女都可以代表完晚辈 学生下属员工 这其实是不是向律遥理的概念 时神上官与正片台所代表员工不同 时常是我可以帮助的 对他上演有跨点的帮助 正片台暂时劳资关系 时神对面的事物 财源 工作 娱乐 著作 思维 才华 严育 思考 走动 旅游 产品 药 送植物 时神代表性格 这个我们在基本上没有讲 他没有讲讲 中性性格 这个要求也得是足够棒 他有足够力量才行 随和 也交往 爱思考 爱财 耗敏力 自由无压力 不负人管 爱情财 希望孩子 照顾宛媚 学生 好走动物 难命 藏爱妻子 与我说老公 用战式的性格 就是食神的性格 从中性变成好的性格 比如什么爱思考 而且很好的想法 付诸实施 可以获得成功 性格开朗 乐观 外想 凡是想得开 不可能管 待会用恰的方式表现出来 有生意的头脑 善于经商 善于推销表达 哪怕是不体面的推销 自己也会去做 比如摆地摊 他爱妻子 但不会过度灭 管受老公 但不会做得打击 这是不是都好了 都是好的 就是把这中性的 往好的方面给发展 发展掌握着度 恰如其分 继承时候 就都往坏的方面说 行了 比如什么思考 喜欢思考 思考过度了 伤了身体了 无事乱想 消极悲观 有各种想法 但是不快去做 或者做了 就做不好 如果为继承的克老公 克太弄 来条毛病 说他闹事 也许 满身都是错误 还在别人身上找错 就这种人 失神忘的时候 当然变好的作用 好的时候就变好 坏的时候就变坏 我们说的 失神什么什么性格 一定得足够忘才行 足够忘就变不出来 失神忘时 对父亲孝顺 让母亲操劳 让兄弟姐妹操心 男命关心妻子 女命管受丈夫 女命 男命对子女严厉 不服从领导 让同事费心 对于男人友好 失神忘时 对前台比较重视 对心理文化比较淡薄 对体育娱乐重视 对实际享受重视 对朋友人力关系重视 但有时候会出于利益 前台能考虑 这个我讲一下 这是怎么推翻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应该知道怎么推翻的 我讲一个实神忘时 对前台比较重视 大家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 实神忘的时候 是不是自由职业家 一般的做生意 是不是 或者上班的时候 你会也会在那边 弄点第三产业 是吧 整理外快什么的 正在那个 金平讲座的高级讲义的 事业当中应该讲过 我上面说到 对前台比较重视 为什么他对前台比较重视呢 当然他对前台重视 他会去经常 重视一般就是伸的意思 不重视就是刻的意思 不重视倒不是刻 不一定是刻 这个变得不是很不约 反正伸的时候 伸的时候就是重视 伸才能这天想着才是不是 才是自己的妻子 当然是不是就想着老婆 是不是就老婆就好 我身长有异性的伟伤观 异性相生有相惜性 是异性一异的意思 什么我身呢 很爱的传导都属于伤观 伤观对应的人 奶奶与母 女儿子外公 男女命都可以带 外面学生下属 不说了 伤观对应的是我 财源工作娱乐 和时辰都相似的 但是伤观与时辰不同 在于伤观力量大 比如同样是财源 伤观更大 与自己的更紧密的关系 这也不讲 在今天讲读就讲过了 我们看一下性格 终于性格 什么自傲 眼光高 爱思考 什么爱财 好名义 男命好色 爱自由 无压力 不服人管 非法乱计 感觉开脱双心 好敌财 喜欢孩子 照顾宛伯女学生 好头动 男命他还妻子 离开机老公 大家记好了 这样的程度 跟那个 跟时辰比是大多了 大 比如说那个 爱思考 那他这个思考就是 比如说那个 伤观思考一天 时辰说你就死了半天就行 他思考就是不停的思考 就是那个自己的停下来 不有自主的 反正这种的承诺比时辰要大 比如说那上官代表裁员 上官代表裁员 上官如果为佣神 比如说挣了一万 时辰 你挣五千 就那意思 就是一个力量 一个差别 为佣神的时候 上官现在就蛮好的 后面说不就行了吗 比如爱思考 有很好的想法 而且心理奇特 不如实施 可以获得成功 幸福开朗 乐观外向 凡事 想得开 不喜人管 但会用恰当的方式变成 有生意头脑 上与经营市场 成功一般都很大 上与推药比达 而且口落选择 是吧 哪怕是不体面 推药比自己会做 上官与时辰的区别 在于 时辰是可有可我 没有几个力量 上官是必须做的 经常做的 而且做的比时辰更大 比如同样对老婆好 时辰想到就做 是吧 未想到就不做 上官就经常想的 有种摆着不掉的感觉 因为上官是一紧相细的 是吧 有种黏的感觉 寄生的时候呢 就是往坏的方面说就行了 思考就是思考过度 不乱想 这个跟这个事情相似感 不说的 上官忘食 如果好 就别人好 坏就别人坏 上官那个 对父亲的孝顺 让母亲操劳 让兄弟姐妹操心 男命关心妻子 管理丈夫 你们对自己好 男命对自己严厉 这也都不说了 我们看例子吧 这个八字 应该是身弱吧 很明显 只有一个 低音火是同胀 对吧 有个同胀 看文章介绍 八字身弱 上官为寄神 但是51岁之前 都是用神 寄神别人不出来 这点比较特殊 这个领域还比较特殊 大家记好 如果上官本来是寄神 但是运气都走用神的时候 这上官起的一个什么对吧 我画一个天平 给大家看看 如果这是个天平 当然我画画 我画画画的不是特别好 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没有画画的天赋 行 如果这是用神 这是用神 这是什么 这是寄神 我们就写个伤官吧 是不是他平衡的时候 运气才好 大家想一想 如果走用神的时候 没有这伤官 如果没有这伤官 压着 会不会啪 跳起来 是不是也适肯了 运气也会不好 这时候有的伤官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正好起到一个平衡作用 其实只要能起到平衡作用 它都是用神 它都是好用 这时候伤官比较 应该是好的功能 大家不能说换神 我们看文明介绍 寄神比较不出来 反而是好的比较 伤官无印制 说明什么 胆大 敢做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 八字中还有欺杀 有违法迹象 什么意思 就是敢做一些 别人不敢做的生意 曾认为防疫感伤 预测是正在高地带 正在高地带 当然什么 伤官这些是不是 伤官客观 就敢做法律 就是不提倡 或者管束的事情 好的 新的课讲到这里 连接更多视频 新一 拜拜 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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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 伤官